今年7月19号今天是周天 我们继续主课的学习 然后呢今天因为昨天的特殊情况 所以说呢我们延期了主课 然后呢今天的安排 今天的安排的是我们先讲主课的内容 然后呢讲完主课的内容之后呢 我们再结合盘面呢给大家做一次系统的收评 带一次带大家做一次这个系统的收评 基本就是这么一个安排 所以说今天的两个课是放在一起的 时间的话呢大概我们控制在 我们控制在这个一小时左右 或者一小时多一点 关于本期的主课 我们本期的主课的话呢 设置呢是主要是教大家怎么去复盘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如何去 见别一个龙头去识别一个龙头 然后第三啊如何去跟踪 第四如何去捕捉 那基本上呢 这是我们这一期的这么一个内容 还有呢包括要教大家如何去制定这个操作计划 那在前面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主要的把这个完整的一个复盘的体系 都给大家讲了一遍 那么包括从最开始的这个大环境啊 到大盘到这个主力资金的流向 然后呢到具体的这个板块 然后最后到个股 然后呢到个股的这个操作计划 在上一页主客呢完全给大家梳理了一次 顺序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那么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说 先讲龙头识别 怎么去识别谁是龙头 讲完之后呢 我们呢就结合收平以及案例 把上节课复盘的顺序走一遍 加上龙头今天的内容 这就是今天的这么一个安排 首先的话呢 关于龙头的识别 我想问一下大家 平时大家是怎么去鉴别龙头个股的 你运用什么样的一个研判的标准 去说它是龙头 比如说一个板块 你怎么去研判它是龙头 最快掌停 还有同学说是最快掌停的那个 有的人说是连板最多 有的人说是时间 等等 有各种各样的答案 首先 首先有一个这个关于认知的问题呢 我要先给大家讲 龙头 它有几只 龙头呢 首先注意啊 它并非唯一 它不是唯一的 好吧 它不是唯一的 龙头呢 它是至少呢 有三只票 是龙头 就是说每一个板块里面 它有三个个股 它都是龙头 那么只不过呢 这三只票呢 充当了不同的角色 那么我们通常来讲的那个龙头票呢 一般是指涨停最多的那个票 也就是大家认知了这个连板 连板最多的那个票 就是普遍意义上的龙头 但实际上呢 除了连板最多的那个票之外呢 还有两个龙头 但是呢 另外两个龙头呢 就很少受到大家的关注 所以你要做龙头 你一定要先知道这个龙头的情况 那么比如说龙头 它一般呢 有三只 第一只呢 就是叫做 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行业龙头 行业龙头 也就是权重的大票 那么通常来讲呢 通常来讲 权重的龙头股 它是一个板块里面 或者这么讲 我们一起互动来讲 请问大家权重的行业龙头 它的走势是什么样的走势 一般是什么样的走势 那么行业的权重龙头呢 通常为70个龙 并且呢 它通常呢 运行在这个掌势中 掌势 甚至呢 是这个主声 甚至是主声 这个就是一般的权重龙头 它会走的这么一个路线 待会儿我们会去具体的去讲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叫做这个 你可以叫做 通常呢 这个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同学呢 可能看网络自媒体啊等等的 那么他们通常来讲呢 叫做中军龙头 但是呢 我个人不喜欢这么去理解 我个人理解的是一个核心的龙头 中军指什么呢 中军呢 它就是范指 中军范指的是 盘子流通市值 不是特别的大 然后呢 也不是特别的小 比较适中的一个票 因为作为行业的权重来讲 也就是说 它如果是这个板块的龙头 你比如说茅台的了 这个这个白酒的龙头呢 它就是茅台 茅台呢 它属于行业的龙头 那么可能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核心的龙头 假如比如说五粮液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个 他的市值小于茅台的 但是呢 他的走势的 他的涨幅远远超过茅台的 那么就说连续的运行 不停涨涨不停的这种票 那对于茅台的走势呢 他就是涨涨 调一调 涨一涨 调一调 涨一调 调一调 比如说进入主声浪的票 在运行主声浪趋势上涨的票 那么这一类票呢 它不一定是这个连板 好吧 就是这里 它不一定是以连板的方式在走 但是呢 它可能是中道大洋 中道大洋 然后呢 甲英啊 或者是一个真英 缩量的 然后呢 继续的中道大洋 中道大洋就这么往上在走 那么这个呢 是板块里面的这个叫做核心的龙头 也就是重金 那么这里我们再用一个板块来举例 那么比如说 免税 免税板块的行业龙头是什么票 免税板块的行业龙头是什么票 对吗 是中国旅业 现在叫做中国中免 这个之前我们就给大家讲过 那么核心的龙头是谁 免税的核心龙头 它就是王府警 对吧 它就是王府警 那最后 对吧 最后呢 它会有一个这个叫做 你可以理解为 可能叫做先锋龙头 先锋龙头呢 通常的表现形式就是连板 通常的表现形式就是连板 那么比如说 这个百连股份 王百 对吧 等等的这些呢 它都是属于先锋龙头的 或者叫做补长的龙头 也可以 那么所以说 整个关于龙头的一个识别 你就要有一个认知 你要有一个认知 不要说 我抓了一个龙头 那你抓的是什么龙头 对吧 龙头它有区分 那么这就是主要的区分 一个是行业内的权重 那么我们现在呢 比如说我们就边讲边看 这样呢 便于大家去理解 首先是中国旅业 叫中国中缅 中国中缅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 就是说在这个 在它之前 好吧 在它之前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一个中国中缅的 这么一个 走势 它是 那么这个中国中缅呢 你看 它从底部 它从底部 我往后一 好 它从底部呢 一直在涨 从底部开始呢 就按照我们正常的标准在涨 走阶梯 比如说这一个阶梯 对吧 比如说这是两个阶梯 这是三个阶梯 然后的话呢 比如说四个阶梯 五个阶梯 六个阶梯 等等 他走六个阶梯以后呢 他就 什么呢 完成了一个平顶不过的走势 然后呢 他就应该去打结 对吧 那么打结打结 一直打下来 打下来以后呢 再上了 然后呢 过锋 在它完成过锋的这个时候 那么其实呢 这个票 或者说这个板块 它就 它会干什么 这个板块 当行业龙头 开始进入主声浪的时候 那么这个 板块呢 它就可能会 它就可能会走强 或者说是 开始走强 好吧 那么如果说 当这个过锋以后 它能够持续的上涨 那这个板块的相应能 也要开始爆发 就这么简单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是 5月29号 好吧 那么中国中年呢 是在5月29号 完成了过锋 那我们同样呢 我们去看其他的个部 比如说王福景 那么王福景呢 是在5月29号 大概是在这里 在这里 它是完成了一个 加速的这么一个走势 好了 它完成了开始 加速的走势 那么如果我们缩图以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来到当时的这个位置 那5月29号呢 是在这一天 它当时有没有过锋 它当时有没有过锋 你看 这个是我们画的 左侧大锋的风景线 这是左侧的大锋的风景线 那它当时呢 在这里还没过 但是呢 行业的龙头 是不是已经过了 行业的龙头 那天是不是突破了 然后我们去看 我们再去看 叫做中国中民 中国中民 那这个5月29号呢 就是在 5月29号呢 是在这儿 在这儿 那你看 它过锋以后 它突破以后 那么它的走势 是否符合 我们给大家讲的走势 也就是说 你看 它中国中民呢 作为行业的龙头 它在过锋以后 它并没有走出加速 或者说是连板的走势 反而呢 它是涨一涨 调一调 涨一涨 调一调 涨一涨 调一调 对吧 然后呢 再涨一涨 它是在缓慢的上涨 并且运行在涨势 这个就是 全中龙头的走势 这个就是全中 行业全中龙头走势 那么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 这个地方 请问大家意味着什么 当这个对天 它已经涨停板 再次创了 新高以后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行业的全中龙头 开始加速了 那这一段的走势 小票是不是更厉害 对吧 你中间也 核心龙头会更厉害 核心龙头也会更厉害 先锋龙头更厉害 买都买不到 好吧 买都买不到 那么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么我们再一看 你发现这个是6月29号 所以说 整个板块 它从5月29号开始突破 一直到6月29号 甚至到7月份 我们都在做它 或者整个的这个 整个的 整个的6月份 我们都在讲免税板块 现在 能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我们每天的收平 当然大家去看免税了 或者说 免税这个板块 从6月份开始 我们就每天在讲 从来没有哪一天 没有讲过的 对吧 从来没有哪一天不讲 天天都在讲 要参与 要分钟 要潜伏 现在能不能够理解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 权重和先锋的关系 6月29号 然后我们再去看王府井 那么王府井呢 你到达6月29号的时候呢 你看 6月29号在这 他5月29号在这 走了一波 6月29号呢 在这 然后第二天呢 直接就是一字了 直接就是一字了 那 对吧 然后我们再去看 其他的票啊 比如说这个 百联股份 百联股份 6月29号当时 我们让大家去看 他的时候 他是不是刚好调整完 对吧 当时百联股份是在这 然后呢 我们是在第二天 提示大家杨盖英的 记不记得 是不是 对吧 那么从13块 134 14块 从14块 一路杀到29块 翻倍 翻倍 那么这个呢 百联股份呢 他就属于是板块 后期爆发的这种 呃 他应该算是 补涨的龙头 但是呢 你可以理解为先锋龙头 一样的 因为他是以联版的方式 去完成的 但更多的 确切来讲呢 他属于补涨 呃 然后的话呢 比如说广白股 我们看一下 这是6月29号 5月29号 他还在哪里 5月29号呢 他还在下面 对吧 5月29号还在这 在这 然后呢 然后呢 刚刚 什么呢 刚刚的过了左侧的大峰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他 呃 你再去 比如说广白股份 你再去广白股份 那一样的啊 广白股份的话呢 5月29号是在这 然后呢 6月29号在哪里 6月29号是在这里 那么他们俩呢 是属于后面的 第二轮的这个补涨的路口 那明显的 百联那就要强过这个广白 好吧 广白呢 是在第一轮的启动的时候呢 比较强 那以后 讲到现在 啊 那么大家应该对我们这里 讲的行业 核心 以及先锋 有了这个深刻的 这么一个认知了 好吧 有了一个深刻的认知 呃 也就是说 首先是 权重先行 注意啊 权重 权重先行 然后的话呢 核心 核心 核心跟上 这个呢 就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呢 核心 加速 核心加速后面是什么 核心开始加速的时候 就先锋出现了 你或者是理解为这个 补涨的出现了 反正呢 它就是连板的 天天连板上去 呃 就是 这个呢 就是关于啊 这个是关于龙头的 这么一个认知 好吧 大家清楚了没有 我们用整个的这个 石盘的案例呢 给大家讲过 这个呢 以后呢 大家就要去 跟踪去 好吧 就要去 你每当有板块爆发的时候 你就要去知道 哎 大概是这么回事 然后的话呢 有了这些理论的认知以后 在你的选股的时候呢 呃 这个叫做被动撤退 不是主动 说错了 被动撤退 主动撤退是第一天是涨的 第二天直接跳空音 这个叫主动撤退 那么这里的主力呢 就直接撤退了 撤退呢 也没有量 好吧 没有量呢 它回踩到了前面 前面这里呢 那你乍一看 它是一个 这个这个梯子板 一字板 但实际呢 它是一个梯子板 并且呢 它是一个带亮的梯子板 所以说呢 在这个位置呢 它就会有支撑 那么如果说这个梯子板 它不带亮 它是没有亮的 那么这个位置 你也不具备支撑 那么它大概率 会跌回到这儿来 跌回到这儿来 好吧 在这寻找到支撑 因为只有当有亮的地方呢 它才会有支撑 所以呢 主力介入之后 也就是说经过一轮的拉伸以后呢 在这里呢 释放完了原先的 这个获利盘啊 等等 淘楼盘 释放完了以后呢 洗了洗盘啊 洗不干净 亮能下不去 直接往下打 打回来以后呢 洗干净了 出现低量 然后呢 在它阳盖音的时候 我们又开始跟踪了 那么刹车啊 换打 对吧 直接就上来了啊 这个呢 就是呃 这个呢 就是这个 关于这个票的走势啊 那么你说到底呢 你只是 我们刚才讲的呢 只是一个理论的认知 你要知道龙头是这样的 然后呢 具体能不能抓住这个龙头呢 还是要去用到我们的 呃 交给大家的基础知识 以及综合研判去 去这个分析具体的各个案例 而不是说你掌握了这个认知以后 哎 你好像就可以去抓到它了 啊 不是这么回事 好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龙头 这块 那么龙头有了之后 比如 一个板块里面呢 它就会有 多支啊 多支先锋 或者 对吧 或者叫做鼓掌 那么现在好了 这个先锋和鼓掌里面呢 它也是分着顺序的 对吧 它也是分着顺序的 也就是说这个 一二三 它们三个是不同的领域 具体它们三个什么关系 也被大家讲了 行业龙头是先行者 先过风 核心龙头过风呢 能够继续的话呢 那么就说明这个板块呢 大概率就要报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去选择这个先锋的 或者说是补上的龙头 那这个时候呢 当 权重 行业龙头在走趋势 核心龙头已然过风 启动的那天 那么会有一个状况的出现 也就是在启动当天 比如说 都在启动 板块启动当天 会存在 多支 涨停各种 如何 如何分辨 如何分辨 先锋 应该做的潜在先锋 那么现在就问大家了 行业板 这个这个 今天这个板块爆了 爆了 那么今天爆了之后呢 就有多个票涨停 这涨停的票啊 它都有可能会成为 这个先锋龙头 或者说是不涨龙头 那么现在请问大家 怎么去 在多个涨停板里的票啊 多支涨停票里面的去分辨 哪个是强的 哪个是弱 怎么分辨 这个 这个同学说的对啊 首先的是封板的时间 首先是封板时间 也就是说 谁是第一个涨停的票 除了时间之后呢 对吧 除了时间呢 还有什么 除了谁最早涨停 你还有能够用什么 其他的东西 封单 好吧 要用封单 那么基本上呢 就是这两个啊 第三个呢 就是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去识别龙头 识别这个 在多支涨停个股里面 去发现这个 龙头的 主要运用的三个东西 那么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是这个时间 第二个呢 是第二个是这个封 封单 第三个呢 是这个位置 那分别呢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首先时间呢 这个就是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 好吧 这是关于时间 关于封单是越大越好 那么关于位置 是什么东西呢 请问 对吧 关于位置呢 你是要运用啊 运用这个看盘八法 看盘八法 位置最好 最好处于过风 或者是走主身的位置 明白没有 也就是说 有的票 他可能是长的这个 或者是上方 或者是上方 无压力的超低 或者是走主身 那么位置呢 一共有三个地方 也就是说 第一个位置呢 也就是过风的位置 过风的位置 前面呢 他可能前面折腾了很久 很久很久 然后突然呢 在这个过风的位置 出现了一个掌停板 那么很可能呢 他就是一个启动的掌停板 这是关于过风的位置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他是处于在底部 经过了长期的超跌 你比如说 就下跌 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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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在这里呢 横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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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再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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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这种 跌到这之后呢 然后呢 他就在这走了一个 这样的 这样的 然后就从这 直接就上来了 好吧 就从这直接上来了 那么这样的形态 能不能够理解 不能够理解呢 我会详细给大家讲 这是第一类 这是在这个横盘 很久之后呢 突破过峰的位置 直接走主声的位置 这是第二种 第二种呢 是属于叫做长期超跌 但是呢 上方不压力 也就是说 你第二种的票超跌的话 可能他的量爆在这 或者是爆在这 从这个位置A 转移到了位置B 然后呢 从B这里开始呢 他就是连续3S的 好吧 连续3S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存在四大美女 或者说是红肥绿兽 一个意思 然后呢 超跌 连续跌 跌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甚至更多 甚至到十 跌了十个平台的票 七到十个平台的票 三S就是缩量三一 缩量二一 缩为百低 三S就是首跌 首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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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是缩量的 只要是下跌 他都是缩量三一以上的 就是三S了 那么当他超跌到底部之后 会稍稍的做一个 刹车 或者说是换挡 他有可能是 他有可能换挡就直接起来 他有可能是刹车换挡 等到加油再起来 那么但是呢 在底部的这个刹车和换挡呢 通常来说呢 是不会出掌平板的 通常说是不会出掌平板的 就是这个呢 可能是很小 很不起眼的那种 卧底矮将军啊 卧底黄金柱 那样的走势 然后 直接从这启动 那么他启动的时候呢 通常来讲呢 这种票呢 他就会扮设有一个 这个 他可能会有一个一键封喉 他可能会有一个一键封喉 在这个角落里面 那么当他突破一键封喉的时候 就直接就往上爆 好吧 直接往上爆 那么这是第二类 属于是超跌的 那第三类呢 其实和第一类呢 差不多 他就是走主升浪的位置 加速的位置 只不过呢 第一类呢 泛指是过峰 那么还有一种呢 他就不是过峰的 他就是过完峰以后 保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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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走了 那么这种呢 就是第三种 就是说完成过峰 保顶后 创新高档 那么这种呢 是属于第三个位置 开始走主升位置 关于位置 清楚了没有 好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呢 这个就是龙头实验的内容了 它很简单 它没有什么东西 那么今天呢 没有什么特别太多 夸张 深奥的东西 但其实呢 都是一些很简单的点 只要呢 关键是你的认知 好吧 那么这个是关于龙头识别 那当下 当下 周五有没有什么板块 长得特别好 周五有没有什么板块 长得特别好 好 有人说环保 有人说军工 那么我们就去按照 龙头识别的方法 我们去看一看 环保和军工 它符不符合 我们的要求 对吧 那么第一个呢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15 15的话呢 你看一下这个 环保 环保 空气治理 这才四个这样去买呀 环境保护 那么我们就先到 环境保护这个地方 先到环境保护这个地方 首先呢 环保呢 你进来之后呢 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 你进到环保板块 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 对吧 你进到这里来 你第一件事情 先看看这个板块 有几个票当天 你发现他有六支票是涨停的 六支票涨停 然后你再看一看 这六个票的权重占比 对吧 你发现 他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对吧 你发现这里是没有的 没有的 那么现在直观的会告诉你一个信息 你可以从这个位置得出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 他对啊 他板块不会大爆 他没有启动的迹象 因为第一个呢 权重呢 他一般是走趋势的 走趋势 那么中均呢 就需要要加速 要加速 要加速就意味着有涨停或者是大洋 对吧 那么我们从这里开始 你看 五个点五个点四个点四个点 你从这里五个点五个点以上的 五个点以上的票 五个点以上的票 其实呢就到这就没有了 到这没有了 那么你发现这个板块里面 他对吧 九个亿三十七十四十四十五十四十二十一 你发现一个问题 这全部涨的都是小票呀 基本上你看 锈针盘的票 小票 这都五十个亿以下 这也是小票 那么剩下的只有两只 分别是万能环境 还有叫做这个中原环保的 他是稍微大一点 超过五十亿的盘子的票 那么首先你服相要当中均呢 你至少在三十个亿以上 对吧 那么你要加速的 至少都是中道大洋 甚至掌停板 那我们就发现这个板块 他不匹配 他不符合我们的这个两点要求 那剩下的就是说 你找第三种 第三种票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连板的那种龙头 那连板的龙头 你现在进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一只一只看一看了 这个是属于在底部的 这个属于在底部的 那么这个呢 是属于什么的呢 这个有除权 那么我们潜负权以后呢 请问他属不属于过锋 还是他属于超跌 还是他属于 过锋后保顶准备再起的 这个符合吗 对啊 他不是 他位置不对 那么位置不对 你再看看他的掌停板 这是一个烂板票 早上上榜的时间也不早 也不行 对吧 那么我们呢 就再去看 你就用刚才 我们教大家的那几点知识 好吧 你去看 那么就发现 这个票它是不是龙头呢 这个是不是龙头 雪浪环境 环境 它不是 它不是你就看下一只吧 对吧 下一只呢 是这个飞灵环保 飞灵环保 然后呢 你现在 比如说 对吧 你现在开始看 首先 看看它几点钟涨停的 诶 这个好像有点早 是吧 这个比刚才那个早 你看 这个是雪浪 雪浪环境 这个十点半涨停 十点三十七 第二只呢 十点二十九涨停 早上就想去挡了 但是呢 大把 好 那么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说呢 它就是 比较早的 比较早 那么你再从位置上面来看 首先请问一下 这个票它过分了没有 有没有过分 它还没过 对吧 它还没过 那么你再看一下 这个位置 比如说 你在这儿画一条线 你在这儿画一条线 然后呢 你可以看 它还没有过 它还没有过 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呢 可能有戏 可能有戏 但是呢 就是说 现在我们只看了两个票 那雪浪好 还是飞灵 这个叫飞达环保好 对吧 那肯定是飞达好了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现在来到了一个 叫天豪环境的 天豪环境呢 首先你看一下 它早上是几点钟涨停的 早上涨停的 但是呢 炸板了 然后呢 你再说一说图 它属于是在走主声的位置吗 位置对不对 是不是在主声 对吧 那么不是主声的位置 它就要在超跌的位置 或者说它上面 或者说它上面要没有任何压力 然后你一看 这是个装股 这是个装股 对吧 你再一看 封单才有四百万 这个票好不好 这个票好不好 这个票不是一般般是不好 好吧 所以说那 过 继续啊 然后我们看 汇城环保 一字版 封单九千三百万 那么 请问这个票 好不好 点错了 请问这个票好不好 对吧 它是不是就符合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票有点意思啊 第一种呢 我们说的是要在过风的位置 过风 过风的位置 第二种呢 第三种呢 我们说的是过风后呢 保顶 保顶以后呢 直接走 在这种位置 反正就是要在主声的位置 那是第一 第一种和第三种 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就是要跌的很惨的那种票啊 跌跌跌 一路跌下来的很惨的票 对吧 然后跌的时候还要符合一个什么条件 跌的时候要符合什么条件 跌的时候要符合3S下跌 要符合超跌 要有四大美女 对吧 要缩量 要等等 反正我们就看看这个 你看它这个跌的惨 对吧 从这就开始跌了 这个是一 这个一次测演退户 对 跌下来 跌到这 跌到这 横一横 横一横 再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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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因为九个台阶的票 然后的话 底部这里是不是很低调 你看很低调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量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量 符合我们刚才讲的 卧底王牌 卧底黄金 走个小阶梯 一突破 对吧 那么通常来讲 还会有一个这个 一键封喉的位置 一键封喉的位置 或者说是这个下跌 一键封喉的位置 对吧 那么这个票呢 它不太符合一键封喉的位置 但是呢 它的这个下跌趋势的终结 就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 这个票呢 跟我们讲的好像都很符合 好吧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 它的下跌是不是3S下跌 那你看一下 拉大一点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首先呢 是缩量下跌 然后呢 你看 缩量 缩量 所有下跌都是缩量的 然后 你整个下面放眼望去 整个下面 整个下面放眼望去 它会符合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请问 它会符合一个我们量学的条件 什么条件 它会符合一个这样的条件 它会符合一个这样的条件 你看一下 整个下面这个框子里呢 它就符合红飞绿兽 也就是说 所有的绿柱 所有啊 这里指所有 没有任何一根绿色的柱子 它超过了它左侧的柱子 就说 没有任何一根绿色的柱子 它是高过它左侧的样柱的 你看对不对 你看 矮了它吧 对吧 然后呢 这儿 你看矮过它们 这儿 矮过它们 这儿矮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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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也矮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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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没有 红飞绿兽 不单单是指红的多 绿的少 红飞绿兽 更重要的 就是指 没有任何一根绿色的柱子 透过它左侧的红柱 这个左侧 这个左侧可能不是紧挨着 这个绿柱的左侧 也可能是它前面几天 亮柱的对比呢 是用单根和单根对比 也可以用一堆和前面一堆去对比 反正符合 那么这个就好像 这个有点意思 我们就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这个是德创环保 德创环保一看 这个超跌了 超跌的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下面 跌的不太顺畅了 你看 对吧 这里是不是有点问题 这里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绿柱 绿柱高过了红柱 它高过了红柱 但是呢 你还要根据它上面的价格走势来看 那你往上看 你就会发现 上面是个九阴真金 是阴过阳 所以说不好 你再一看 这个是个装股 这也不好 你再往后一看 风单才有七十五万 七十五万的风格什么单呢 对不对 所以说德创环保 这个票好不好 德创环保好不好 不好 我们就过 下一支 博天环境 那么博天环境呢 你又说说说说 说图看看 说图看 说完图以后呢 你发现 它在底部 那么现在请问 德创环 博天环境好不好 博天环境它好不好 早上涨停 盘中乍吧 尾盘回封 封单一般 底部爆亮 这个票好不好 为什么它好 为什么它不好 要有原因的 好吧 大家不能说 只说它好 只说它不好 那它好好在哪里 不好哪里不好 要有理由 一切都要有理由 左侧联姻 有点压力 底部有量 底部有量代表吸筹 即将获封 封单扫烂板 这个是因为 它是有资金在运作的票 这个有资金在运作的票 那么总的来讲呢 这个票的还可以 还可以 主要可以的 主要可以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的这个位置 比较低 它是超跌的 但是呢 它不是我们要的龙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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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管分数 好吧 先不要管分数 分数呢 是后话 因为刚才我们给到 大家的这个标准里面 它就没有分数这项 分数就用来防止 你踩雷的 但现在的研判 是不基于分数的研判的 分数它只是一个参考 它不是我们量学里面的标准 我们研判一只个股 那通过这个个股的量柱 价柱走势 综合去选择它 而不是因为一个分数去选择它 好吧 所以说不要纠结于这个分数 分数的目的是为了防踩雷 但是我们现在去教给大家的方法呢 你要通过量学的标准来去研判它 那么请问大家如果根据量学的标准来讲 第一 它是一个超跌的票 对吧 它是一个超跌的票 第二 这个票好不好 这个票好不好 从它的建构形态位置 好吧 那么从建构也好 从位置 从形态来说 它是一个好票 很简单吧 它是这个 全都是速量下跌下来的红飞绿兽 你看红飞绿兽 下来以后呢 底部还有频繁的爆量 那么说明主力在吸筹 对吧 然后这里来了一个摆高亮的掌停板 你看摆高亮掌停板 然后呢 过了什么呢 过了这个左风 过了这个风 过了这个风 这是一个摆高亮烂板掌停过风的票 那么从它吸筹的角度来讲 加上它过风的走势 这个案例呢 后世呢 它是会有表现的 但是它不是我们要的龙头 我们现在是要去看谁是龙头 那么当你去一个板块里面 你去看票的时候 你发现了 我这么讲 你如果看懂谁是龙头 你是去做龙一 还是去做龙二 还是去做龙三 还是去龙五 你去做哪只 对吧 你肯定是强者 很强 你肯定能做龙头 做龙头啊 龙一 龙一搞不定了 我就去搞龙二 龙二搞不定 那我最多搞到龙三 剩下的我都不看 对吧 那么现在就问你 我们刚才看了这几个票 博天环境 它是龙起 博天环境 它是龙起 对吧 它肯定不是一二三 它肯定不是一二三 所以说 我们要不要看它 要不要看它 对不看嘛 分数又低 你又不是龙头 你要说你是绝对龙头了 那你分数低点 我还要好好去研究研究 你看看能不能够 对吧 在没有风险情况下 进去吃一口 那你又不是 你又不是 你分数又低 你这位置在这 加上你高量 摆高量烂板票 对吧 加上你前面的谷底线 你都没有过 你谷底线 你都没有过嘛 你没有过 那大概率是调整 所以说 我怎么可能去选择 你去当龙头了 所以说不是 往后翻 绿色动力 绿色动力是没有涨停 没有涨停 你再往下翻 没了 那么现在我们一共是翻了几个票呢 我们一共呢是翻了 一二三四五六 六支票 那么这六支票里面 谁是老大 现在问 对吧 谁是老大 对嘛 汇城环保是老大嘛 汇城环保是老大 四号是老大 老二是谁 对啊 老二是匪达环保 好了 老三是谁 老三是谁 你再看一看啊 这是雪辣 这是老二 然后呢 老三应该是谁 老三的应该是 老三没有了 好吧 老大 老二 所以这个板块 你看哪几个票 你是不是都要关注呀 你要不要都关注 还是说只看哪个 对吧 你只用看老大 汇城环保 加个自选 再看看老二 匪达环保 匪达环保 加个自选 可以了吧 清楚了没有 好吧 那OK 那个就是 这个是关于 环保板块 那么我们看一下 环保应该还有这个 他还有票 环保还有票 实际上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里跟大家讲一下 老大是 汇城 老二呢 其实呢 是这个 金魔科技 这是老二 那么只不过呢 他不在这个 他不在刚才的环保里面 但是这个呢 他是属于污水处理的概念 他的行业呢 被规划到了工程机械里面去 所以说这个票呢 他其实也是属于环保类的 叫金魔科技 那么这个票 你看一下 他符不符合 我们讲的位置 他符不符合 我们讲的位置 是吧 他从高位下来 都跌的都不行了 是从多少 从38块 跌到了多少 4块钱 他跌到了4块钱 跌到4块钱之后呢 是吧 那么你简单一点 你就从这拉条线过来就行 从这拉条线过来 那么这里呢是谷底谷底 中间被突破过 突破过那就不看了 对吧 那么我们再从这儿开始看 再从这儿开始看 那你从这儿开始看以后呢 你就会发现 是吧 比如说这儿 这是他的高亮 左锋 这是他的摆高亮的底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 目前这是个股啊 他已经运行到了这个位置 这是1 这是2 这是3 那么他们的关系呢 是3比2少 3比2要矮 量要少 2呢 比1要少 那么他们的位置呢 就是1的底 2的顶 3的顶 那么这个就直接传达 我们一个关系 就是这里是索仓嘛 这里是 这里是缩量涨停 过左锋 这里是缩量涨停 过左锋 并且呢 是一个二连板涨停的票 所以呢 他符不符合呢 他是符合的 他即将走主升 只要他跳上11块钱 那这个就是由主升 一气的票 好吧 那至于上面的量呢 他虽然不是摆高亮 摆高亮还在顶上 顶上的地底现在远的好 对吧 那么这里呢 你再一看综合去研瓣 你会发现这个票呢 他也是有阶梯的票 有阶梯的票 三级四级 比如说五级 五级啪啪啪啪啪 打下来 打到第三级 三级打完之后 一个攻守 冲防 啪 现在冲 准备过走风 那他一切都符合 只要他再掌 那他就是主升浪 对吧 然后呢 你再一看 哇 缩了那么多量 掌停 平左风 然后时间也很早 风单也很大 对吧 所以说 他是老二 老大是汇城环保 老二是金螺科技 老三是匪达环保 清楚了没有 好 但是啊 但是像这种板块呢 他就没有我们要求的 什么东西 他没有什么 目前呢 我们还没有去看这个 行业龙头 还有核心的龙头 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可以留给大家做作业 你要去环保板块 你看一看有没有行业的龙头 再走趋势 过风了 再走趋势 你要看一下有没有核心的龙头 已经过风了 再走保顶的 对吧 那么你要去看 如果都没有 那么就说明这个板块怎么样 如果都没有 就说明这个板块怎么样 对吧 没有就说明这个板块可能就是小打小闹嘛 持续性不强 那么持续性板块 持续性不强呢 除非他后视龙头能够走得特别的强 那么才能带起板块 那么综上所述呢 这个就是关于龙头识别的一个主课内容了 清楚了没有 清楚请打一个1 好 OK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主课的内容 关于龙头识别 今天教给大家的更多的是一些方法和技巧 那么只要你按照这个方法和技巧 一步一步的就像复盘一样 当你遇到一个板块的时候 你去复 你去筛选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只要它符合 它符合这些条件呢 那它就是 它不符合 那它就不是 OK 这是关于龙头识别 龙一龙二龙三 寒夜龙头 核心龙头 全中龙头 OK 那么我们主课呢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下期主课再见